举之说房产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期视频是最新资讯 9月11号在Fortun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调查了全美国148个城市房价变化趋势 我就把这篇文章的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研究了全美国148个城市 那148个城市当中呢 有98个城市房价已经开始下降 它下降是跟谁比呢 是跟这个城市今年的房价最高期相比 那一般房价最高期就是今年三四月份的时候 现在是八月份的数据 八月份跟今年三四月份的数据相比 房价下降的 那这98个城市我们看一下它的数据 它这个图就根据颜色深浅 只要是有红色的房价就在下降 颜色越深红的发指的地方 房价下降的就最多 我们先看一下下降幅度最大的几个城市 下降幅度最大的华盛顿州的西雅图 下降的是7.8% 这个颜色是最深的 因为最深最深的就不超过8% 但是西雅图它下降了7.8% 下一个这个是内华达州的Reno 它下降了5.3% 加州有很多城市在下降 但是也有一些城市房价是不变或者上升的 那我们看下降最多的 Santa Cruz下降了6.5% 旧金山下降了8.2% 圣侯西下降了8.2% Monturi下降了5.3% 圣地亚哥下降了5.5% Wantura下降了6.9% 洛杉矶下降了5.1% Orange County下降了5.3% 这是在加州下降幅度比较多的这几个城市 我给大家念了一下 但是你看这个城市很密集啊 就在这周边的城市 很多房价是都下降了的 内华达州的Reno下降了5.3% 拉斯维加斯下降了3% 华盛顿州呢 有个城市叫做Spokane 它下降了4.7% 埃德河州的伯逸西下降了3.5% 犹他州的Ogerton下降了2.9% 盐湖城下降了1.9% Provo下降了1.7% 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下降了3.9% 塔扣沙下降了0.6% 新墨西哥州的Santa Fair下降了2.7% 科罗拉德州的Colorado Spring下降了3.9% 丹弗尔下降了3% Boulder下降了3% Greenley下降了0.1% 德州奥斯汀下降了3.5% 圣安东尼奥下降了1.7% 休斯顿下降了4.5% 达拉斯下降了2.5% 福特沃斯下降了1% 俄克拉哈马城下降了0.7% Tasha下降了2.3% 阿凯舍的Fiatville下降了3.7% 凯萨斯城下降了0.7% 艾娃的德斯莫因斯这个城市下降了2.1% 明尼苏达的明尼纳普拉斯下降了1.9% 芝加哥下降了2% 密西根的Ground Rapids下降了0.6% 安娜阿博下降了2.5% 瓦云下降了3.1% 俄亥俄的阿克隆下降了1.2% 科伦布下降了3.6% 丁纳提下降了0.9% 皮斯布格降幅0.1% Providence降幅2.4% 纽约降幅2.5% BridgePold降幅2.1% Allen Town降幅2.2% 维基尼亚海滩降幅1.2% 巴尔地摩降幅1.9% 费城降幅2.6% Richmond降幅1.5% 北卡的萝莉降幅3.2% Wilmington降幅2.9% Greensboro降幅0.1% Cellotty降幅2.5% 肯塔吉的Lexington降幅0.2% 密西根的Warren降幅3.1% 密西根的Ann Arbor降幅2.5% 密西根的Grand Rapids降幅0.6% 芝加哥降幅2% Dismoyens降幅2.1% 田纳西的Nasville降幅4.7% Noxville降幅1.1% Tratanooga降幅0.7% 阿拉巴马的Huntsville降幅1.1% 弗洛里达的巴拿马City降幅2% 潘沙科拉降幅0.1% Jacksonville降幅2.8% Occola降幅1.3% Tampa降幅3.5% Sarasota降幅0.5% West Palm Beach降幅1.8% Fortolateral降幅4% 这是弗洛里达的情况 休斯顿降幅4.5% Oklahama的Tasha降幅2.3% 98个城市房价是下降的 但是有50个城市房价一直保持不变 我们现在看这50个城市的名单 那基本上你看这个图 相对东海岸来说数据是相对比较好的 你看蓝色的点大部分都聚集在东海岸 在西海岸会差一点 西海岸的北边 西边的北边会更差一点 像玉玛 德克萨斯的Eopasso 还有新墨西哥的阿布奎吉 它是没有降的 Colorado的Fort Collins 房价没有降 肯萨斯的Vichita 房价没降 德州的Keylin 房价没有降 Springfield 房价没有降 孟菲斯 房价没降 新奥尔良 房价没降 伯明汉 房价没降 Taluhus 佛罗里达的没有降 Daytona 房价没降 澳兰多 房价没降 Lakeland 房价没降 普塔 高尔达 房价没降 Fortmeyer 房价没降 Napolis 房价没降 Port Street 房价没降 Pompei 房价没降 在佛罗里达 很多城市 房价是下降的 但也有很多城市 房价是没变的 乔治亚州的Savannah 房价没降 Heltenhead Island 的南卡的没降 乔治亚州的Augasta 没降 南卡的Columbia 房价没降 南卡的Spartan Burger 房价没降 Mato Beach 房价没有降 北卡的Fatville 房价没降 Burlington Western Salem 房价没降 维基尼亚的Soudsville 房价没降 Windchester 房价没降 俄亥俄的Canton Dayton 纽德西的Newark 佩斯法尼亚的Lancaster Dowell 纽德西的Trenton 纽约的Nassau Hardford 这些城市 房价没降 这是财富杂志 9月11号的 一篇文章上的信息 它总结了 全美148个市场 2022年8月份的 房价信息 那它分析的 148个市场当中 有98个市场 房价是下降的 下降多的 一类就是高科技公司 像西雅图 像加州的这些高科技公司 还有一个 就是在疫情期间 暴涨的这些 疫情期间暴涨的这些城市 它们下降的比较多 那在这148个城市当中 还有50个城市 它房价是没变的 房价没降 甚至可能还有上升的 那相对来说 东海岸会好一些 然后每个州 每个州的情况不一样 你看加州的图片 你就能看出来 加州很多城市 房价在下降的 像旧金山 很多城市 房价都下降很多 但是也有一些城市 它的房价是没有变化的 举止说方法 这是这期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资讯 我觉得大家可能 对房价变化 这类的资讯 可能会很感兴趣 那如果你在这些地方 有投资房 或者你自己的自住房 在这些城市 有些城市房价是上涨了 有些城市房价是不变的 那我最新的资讯分享给你 但我知道你不用愁的 你不用哭的 有些地方的房价下降 为什么下降那么多呀 因为在疫情之后 涨得太多了 现在就是在回调 好 举止说方法 这是这一期 我想跟你分享的 我希望我分享的 对你有用 那是 我暗号的 如果我暗号的 我们暗号的 暗号的